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约定还没履行完呢 你就知道约定 你说什么 昨天你把我带到国色天香 惯我喝了酒 等我昏迷以后 你自己一个人走 你想要干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 昨日女儿确实带着妹妹去了国色天香茶掌 深夜寒意浓重 我便请妹妹喝了几杯区区寒 谁知妹妹不胜酒力 喝了几杯就醉了 我便让陈掌柜安排了上房 让妹妹休息 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了才离开的 可今日妹妹如此这般 女儿也不知道为何 你撒谎 我没有 是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找来陈掌柜问问便知 是啊 把人叫来 把人叫来 你更不清楚 是啊 把人叫来 是啊 我看看 是 是 这姑娘的年生 我只能不能够 对对对 我不相信她 老爷 老爷 你杀了小人吧 你杀了小人吧 小人大意了 小人该死啊 老爷 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快说呀 你快说呀 昨晚 九楼客满 陈院外的公子 非要让小的疼出一间上房 啊 小的不知道 是 二小姐在里面 就让陈公子上去了 是 今儿早上 伙计收拾房间时 没认出二小姐 所以 是 是 就 就给扔出来了 老爷饶命 是 老爷饶命啊 行 什么东西 哪个什么东西 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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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有罪 小人该死啊 小人 你是考人 小人 小人陈旭 昨晚是他们给安排的客房 小的以为 屋内的是国策天香的裴酒女子 因此轻薄了她 小人可并不知道是捕着的二小姐 大人 你 你 你可说我都行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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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人病不知情啊 小人 小人 饶命啊 小人 不对 昨晚我看到的不是这个人 他们在搞什么不动 大人 小的邱大人 将二将军下架到城市 小的定人 我准备 好一出大戏 我看 这就是选妃给闹的 原来是我的选妃 虽是庶出 也不至于下如此毒手 汐儿 瞧瞧你干的好事 你对得起你妹妹吗 爹 是汐儿不好 我害了妹妹 紫晴 你原谅姐姐好不好 都是姐姐的错 要打要骂都冲我来 是吗 大小姐 你不是下手挺重啊 你爹说的没错 这一切 确实都是你的错 二小姐也在选妃的名册之上 如今陈家是去不了了 按规矩 你应该去宫里参选 什么选妃不选妃的 我不去 妹妹 好好地为难下人干嘛呀 你来干什么 有事就说没事快快 我来告诉你 陈公子死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 他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妹妹说的什么话呀 你可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如今他死了 我猜你心里一定特别开心 毕竟又有机会参选了 哎呀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给他穿上呀 这选妃的时辰快到了 他穿成这样去选妃 人家还以为是我们相府的下人呢 我说妹妹 这陈公子一死 婚约就作废了 你再不准备 可真的要来不及了 不知道四王子要是知道 他的戴选妃子中 有人刚死了未婚夫 他会作何感想吗 我说的不对吗 妹妹 韩歇尔 你不赶紧去做准备 跑到我这里来各种试探 难道真的怕我去参选 抢了你的王妃之位吗 笑话 你本来就没资格参选 我只不过是闲来无事 逗你玩而已 解释就是掩释 你就是怕 你的怕 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你脸上了 你胡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还有资格参选吧 我告诉你 我可是相府的嫡长女 母亲出身高门 可是你呢 你娘是个出自秦邦的 下贱女人 你配跟我平起平坐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娘 是个出自秦邦的 下贱女人 你们知道秦邦是什么地方吗 那可是购男人玩乐的地方 你给他打我 我就告诉我爹 去啊 不 你费尽心思陷害我 不就是怕我去选妃吗 如果你这么怕的话 我还就飞去不可了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快 把她一份拿走 不能让她回门 快 我就算不签 你快醒醒吧 我给你盗窃还不行吗 你可千万别这伙子有事啊 你别害我呀 你指我干什么呀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你过来 过去 离近点 你说谁是贱人 我 谁是贱人 我是 我是贱人行了吧 韩子芹 我错了 我再也不乱讲话了 你可千万要挺住啊 嗯 那我是谁 你 你是 四王子青殿的王妃 行了吧 秦妹妹 你可是四王妃啊 这天大的福分还等着你去想 你可千万要撑住啊 不好意思 吐了你这么一身心 也不知道我这个病 到底传染不传染 说不定你过两天 你 就跟我一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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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 你 我这个什么呀 你这个 金师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 王妃 是王妃呀 对不对金师 对 对 你是王妃 你可千万别现在死啊 娘娘 太医呢 怎么寒不来 今日四王妃的命药救不回来 你们都得点脑袋 娘娘 太医来了 娘娘 快给她看看 是 娘娘 太医 娘娘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病 病二王妃 四王妃这 这可是肺老啊 那可要紧 肺老可是绝症 治是没法子治的 不过施以银针 缓个几日应该 不是问题 那赶紧给她扎两针 趁四王子回来之前能见上一面 是 快 殿下 快快 拿走 说说着啊 殿下 殿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这家伙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西元 又不是她的寝宫 难道她要睡在这里吗 睡得真好啊 睡得真好啊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当然是过来园房啊 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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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线诺言 把匕首救开也 本王自然会对线诺言 但是我说的是 当你正式成为四王妃 那自然是原房之后呢 殿下 边境急报 好 你早些休息 明日随我进宫 谢晚恩 来 不行 我得想其他办法 去偷 来 应该是这个 交给你的事你要紧快吧 是 殿下 累死我了 是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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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四王妃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 肚子饿了 出来找找吃的 膳房在后面 我怎么觉得你 鬼鬼祟祟的 我哪有 出来乍到的 我怎么知道膳房在哪儿啊 随便看看 殿 殿下你早点睡吧 我先走了 你要是真的饿了呢 我让膳房给你做吃的 你要吃什么我陪你吃 熬夜会长痘 太晚了不吃了 长痘 我看你去哪儿 早点儿 你快点儿 喝吧 你快点儿 我会把我饿了 你快点儿 你要吃 你快点儿 我吃开 我快点儿 你快点儿 你快点儿 我快点儿 就不要 我快点儿 你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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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王妃娘娘天生丽质 稍一打扮便是天仙般的美人 对吧殿下 怎么样 你这个吃的是什么呀 殿下 这猪肝可不能吃啊 瞎说什么呢 甜嘎儿 没见过 别说兔子的 娘娘 殿下肯定很喜欢你这身打扮 离审司卿江景波见过四王子殿下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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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统领 只派了一个小兵来应付 没有想真心教我 司马逊 殿下 分兵是王妃他 以王妃的根基 就算属下亲自教习 他也未必能跟得上啊殿下 没错 我自知天资愚钝 而司马统领又日理万机 所以我就去一站待着了 殿下 这也有错吗 你还真是伶牙俐齿啊你 我问你 骑马和射戒 你一点都没有练吗 区区三日 能学会什么 来 把马给她 殿下 王妃娘娘不会骑马 这样会受伤的 来 来 就 殿下 别担心 殿下不会舍得真的处罚娘娘的 就 放心吧 娘娘和殿下几日没见 就 这是找个地方说体体话呢 有些人啊 狗眼看人低耶 我们家娘娘的本事 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 你这马真漂亮 我能看得出来 她很喜欢你 那当然了 我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宝胎 马当然喜欢我 又虎羊乱你 咱们再来两圈 来啊 来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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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怪我 驾 什么 都不说 一段缘 要多纠缠 是 才算勇敢 总是 人中散 也无憾 卑眼公主才貌双全 你要是配不上我们家北月 那世上还有人配得上吗 那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当然答应了 啊 能与西陵结亲 本王倍感荣幸啊 北月 你说是不是啊 哦 父王 所言甚是 可是如今 儿臣已经有了正妃 那岂不是 委屈了飞燕公主 飞燕公主的一番美意 小王也只能辜负了 厉害啊 这故事要让我背啊 也太影响了 四王妃的位置 自然只能有一个 那不如 你就废了她吧 愿意吗 好啊 我同意 你好了 她若是进府 你就休想再看到那把匕首了 好啊 殿下 臣妾嫁入四王府 一心侍奉殿下 如今却要被废 不知错在何处 请殿下明示 殿下 哈哈哈哈哈哈 王上还没发话呢 你怕什么 刚才飞燕公主说的 你也听见了 你 是我天雀的四王妃 册封圣旨以下 谁敢动我 多谢殿下 不过是开句玩笑 你这么认真 倒显得我欺负你了 不如 我们比试比试 开始 玄公 好 玄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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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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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燕榜 十嫂赢了 十嫂赢了 父王 是我十嫂先射中的 你可看清楚了 这铜键上留着的是谁的键 明明就是我四嫂先射中的 她的剑在前 是吗 那你四嫂的剑呢 你 你这是耍无赖 那大家都看见了 好了好了 本场西林公主楚飞燕获胜 你们两个人现在是各胜一场 打成平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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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好 啊 我 啊 你 你 啊 总是 中三 啊 啊 也无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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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微软那道光 因为有你卸在山旁 在远在场 在远在场 在渺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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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不邪过 不借过 不承认过 抵不过擦肩而过 直到脆弱的难分难舍 占据我 一年间是怕失心失愿 忘情更远 一年承诺着连成分 也无缘 斩断宿命很远的剑 飞向你腹涅槃的远 不畏不悔 这一年 终于醒过来了 门王就成全你 殿下 老四 你怎么回来了 你没想到本王会活着回来吗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四 你趁我不在对我的人下手 所谓何意 老四你误会了 这是父王的日益啊 敢动本王的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慢着 我看谁敢动本王 你我兄弟之间的事可以去父王面前说 你若想动私心 你问我手中的虎符答不答应 陛下 想见父王是吧 那我就把你所有的事一件一件跟父王说个清楚 他记得一件事 你听着说 他不过 他也想拒绝了 还真是 偶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去搬救兵 走 是 是 本王就强调你 殿下 老四 你怎么回来了 你没想到本王会活着回来吗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四 你趁我不在对我的人下手 所谓何意 老四 你误会了 这是父王的旨意啊 敢动本王的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慢着 我看谁敢动本王 你我兄弟之间的事可以去父王面前说 你若想动私心 你问我手中的虎符答不答应 我 殿下 想见父王是吧 那我就把你所有的事 一件一件跟父王说个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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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人队小心 放箭 快去搬救病 走 是 是 是 你以为当时都是我们的人 没有时间 盈子 你说楚天歌受伤了 他是如何受的伤 哦 哎 那个秦师骊歌呢 此人不就是个秦师而已吗 难道也有嫌疑 秦会一结束 他就走了 也不好追查行踪 殿下 娘娘的体质特殊 属下担心 有人心怀魄策 利用他来威胁 以他的本事 倒不至于会被利用 如今还是西陵最可疑 这样 把话传出去 说天阙的四王妃 被西陵的降往楚天歌所见 殿下 我们空口无凭 没有证据啊 本王现在就去西陵找证据 是 我在 rah 老尖 立马 老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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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 不行 死 老尖 爬 老尖 你 是 够 咳 咳 了 尹公公 这 王上还不愿意见我们吗 尹公公求你了 再去跟王上说说 见见我们吧 求你了 尹公公 求求你了 尹公公 你让我帮帮忙吧 王后 娘娘 这不是小奴不愿意帮忙啊 王上盛怒 实在是不敢劝 要不 二位 先回去 等王上气消了 等王上气消 我欧阳家上下几十多口的姓名 早就保不住了 我爹已被战斗 天大的罪金一命相敌 王上就不能饶了我们家吗 小点说 王妃 别哭了 殿下 死王子 死王子 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 求求你跟王上说说 给我们求个亲 饶了我们欧阳家吧 子弟啊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现在事情是说我们做得不对 你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爹是有罪 可我杨家几十多族人是无辜的呀 死王妃如今下落不明 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向奔王求情 从现在开始最好天天祈祷 四王妃平安无事会 她若是有任何的闪失 我上你们一起培葬 来人 带娘娘和王妃回去 皇上 吐天歌 难不成你十万大军 怕了本王区区两万虎军 才两万 那不然呢 难道本王会倾巢而出 为了你区区一个祥王 哎呀 呃 呃 啊 啊 看来你是真想弄死本王 看来你是真想弄死的 看来 救命 这 殿下 我们的虎军已经攻入心灵王城 殿下 殿下 前去虎军和城内的叛军一起进攻咱们王城 我们被包围了 殿下 殿下 这位约 你卑鄙 本王只是因人而为之 殿下 忙着呢 有事啊 我来道个歉 这在你心里还有人值得让你道歉 本王可受不起 无缘 真小气 这个流光 殿下赐予我 我应该好好对待 不应该如此轻慢 我先拿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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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谁啊 轩云离歌 是东霖的公主 轩云离歌还给我伤了药 马上快好了 药再好也比不上大夫 明日让老姑给你看一下 好 你之前不是说想为本王效忠吗 交给你一个任务 尽管吩咐 西灵如今求和了 邀我谈判 你就带本王去 西灵求和了 此次西灵受到天雀和东霖的双重攻击 士兵们伤产惨重 楚天歌也富商溃逃 西灵不得不纠合 好 我为殿下效力 但请殿下 给我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如果找到孤岛人的线索 麻烦告诉我 我答应你 多谢殿下 把手给我 带好 见此戒 犹如见本王 兴许在那危难之时 他可以帮到你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时候也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殿下晚安 殿下 没有 你救我的 什么人 有什么人 干什么 你们 我们寿命而来 清除军委约身边堆了女人 救命 パパ 救命 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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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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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君北辰 分明是想杀了司徒星 然后嫁活给我 想借别人的手除掉 他真是歹毒 卑鄙 快上 快上 司徒姑娘 司徒姑娘 怎么样 伤错了没有啊 凯子卿 你竟然敢杀我 弟妹 你这是干吗呢 我要是真想杀你 不用找你废话 你竟然敢杀我 司徒小姐 你竟然敢杀你 你竟然敢杀我 司徒小姐 你竟然敢杀我 你竟然敢杀我 别人敢杀我 你竟然敢杀我 弟妹 你 我的声容不到你打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 是教你怎么尊重人 我打得不得 你是不是杀人 夏儿的意识人 哪有事吧 我打得不得 行 行 快快快 我站住 我快你了 我要去 司徒姑娘 司徒姑娘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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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啊 姜徒姑娘 你伤到了 我伤到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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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找我有事 殿下找我有事 你这琴弹得是真不错啊 有心事 没有啊 你脸都快掉到这儿了 还没用 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 你的一片好心 被人误解 受了委屈 这馨儿从小就不懂事 任性 但是这孩子 品行并不坏 跟我做这个动作 这是干嘛 疼不疼 有些酸疼 看来 我的徒弟 确实有好好的练琴 这离伤总共有十卷 如果手指开始酸痛 证明第一卷 已经练过了 恭喜 这离伤 不止伤神 还伤手啊 是啊 不过这离伤 除了你之外 也没人能弹了 所以 就算伤手 也忍忍吧 来 把你学会的 弹给我听听 下来 许位允丽哥 你大半夜让天鹊的王妃在这儿给你弹琴挺 你有经过本王的允许吗 你怎么来了 王妃你这是在干嘛 你怕本王杀了她 我当初既然决定在南疆大门饶她一命 便不会出尔反尔 不过是一条烂命 你要便拿去 既然轩辕公子都说是一条烂命了 那你这条烂命我要了 又有何用啊 你还不快下来 你怎么了 说这些干嘛 轩辕公子 如果说我换成是你 在设计存亡之际 定不会有这番心情 咱们走 咱们走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司徒小姐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喝酒啊 快喝口茶吧 滚开 北月哥哥 我去找北月哥哥 殿下有令 让你在这里休息 不可乱跑 给我滚 司徒小姐 司徒小姐 殿下睡了 您还是明日再来吧 告诉你 是北月哥哥叫我来的 这 司徒小姐 那请 滚开 王妃 你终于想通了 殿下一定会开心的 听说她喝醉了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ну 作客 慢走 然我 sonst 我来 我来 在草杷里 滚 北约哥哥 星儿 你 我 你过来做什么 红玉说你喝醉了 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 不好意思 打扰了二位的好兴致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殿下是王爷 想干嘛就干嘛 这屋子里面也没生活 冷不冷 星儿不冷 陪在北约哥哥身边 星儿一点都不觉得冷 别着凉了 我去给你倒杯热茶 北约哥哥 你刚起来 喝杯热茶呢 暖暖身 孩子家 你 你要干什么 王上 那我 认了 等等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黎神寺公堂 你们不是想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谁吗 我来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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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小的是国色田香的掌柜 小的受相府韩大小姐指使 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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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公子 试图辱默 含抚二小姐的名声 后来 我 我去找大小姐索要银两 大小姐就不给 还有 面黄的口 幸好小的激情 吓得 吓得赶紧逃走了 小的深知罪孽深重 甘愿自守 执任凶手 我 我 我 往上 往上饶命 往 往上饶命啊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韩家大小姐买通了陈公子 欲对庶妹韩子情心不轨之事 恰恰 我出现在哪里 打晕了陈公子 你之后看到的那个黑衣人 就是我 原来毒害我的是你 别怪我 如果再见不到 也别怪我 什么都不说 一段人 你没事 怎么是你 为什么 你一定要成熟 顾太医 快走顾太医来 真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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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把我叫我 是 我们并不是在责怪 可是殿下现在生死为捕 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 你将如何自处 走 走 走 君北渊 别怪我 一定要没事 一定要好起来 我早就告诉过你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生活的地方与龙渊大陆完全不同 这里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 我早晚要离开 我接近你 只是想从你那里找到回家的办法 你不必对我心存内疚 因为我也在欺骗你 利用你 而你变成现在这样 是非我所愿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还要和你并肩作战 跟你 跟你真心做朋友 金培元 你听见了吗 快点醒过来 皇帽 娘娘 王上 王后 情况怎样了 死亡府围得像铁桶一般 什么消息都打探不到啊 王上 王上 如果这次北约 他要是没有挺过来 那 说什么呢 王上 臣妾也是说如果 毕竟老四今天在离审司 心口哀难一刀 着实伤得不轻啊 如果 老四要是有什么不测 马上派北辰 接管他的兵权 毕竟三大护军 不能群龙无首啊 是 臣妾这几日 抓紧去打探孙王府的情况 若是有什么变动 即刻来向网上汇报 好 有人吗 打扰一下 你是何人 天缺韩子晴 想见下爱王爷 这里没有什么爱王爷 姑娘请回吧 小弟弟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麻烦通报一声 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里没有什么王爷 姑娘找错了 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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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王爷 我是天缺韩子晴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麻烦出来一见 安王爷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就不走了 娘娘 咱们真不走了 石榴 你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 咱们在这安营扎站 我就不信她不出来了 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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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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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不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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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呀 你放开我呀 救命啊 继续叫啊 再大声点 救命啊 竹子 竹子叫我 叫我 哟 你怎么回来啊 你怎么回来啊 石榴 你什么人 为什么要帮我的人 姑娘 说话就说话 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的 你别废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说不说 身手不错啊 姑娘 有话好好说嘛 一上来就打打傻傻的成何体同 你这样未来可如何是好啊 别给我捉锋卖傻的 你到底是谁 你说不说 不说羞怪我不客气 把脚拿开 这肯定是被谁给偷了呗 偷 娘 你可别忘了 咱们家现在 不是还住着几个外人呢 就是 好啊 咱们真心带客人 都养出一帮贼人来 我找他们去 你回来 娘 慢点儿慢点儿 婷儿 你不能去 婷儿 婷儿 婷儿你不能去啊 婷儿 婷儿 娘 娘 我的脚 娘 娘你没事吧 娘你没事吧 你别担心 快去拦住你姐 行行行行 人家毕竟是客人啊 好嘞 我们去处理啊 好 愣着个什么 夫人快去休息啊 是 快去啊 快去 好好照顾夫人 是 您慢着 夫人 小心 我也有人问你 我救你 我救了 明眼八道 你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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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了 你救了 我们救了 你救了 大小姐 好啊 你们这帮贼 不是 大小姐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家主子病重 我爹娘拿真心带他 又是输送内力 又是民贵药草供着 你们怎么能恩将仇报 还偷我们家东西呢 我们什么时候偷你们家东西了 证据确凿 还敢抵赖 你们知不知道这株雪林草 有多珍贵 是我夫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弄来 给我爹娘补身子的 这你们也敢偷 你们也太不要脸了 谁偷你家东西了 干啥 干啥 这你又不知道谁帮我抓住他们 你凭什么互相我们 有没有天理有没有 还有 还有秦儿 秦儿这是怎么了 好啊 这果然在你们这儿 狗奴才 哪个东西还敢打人 大伙爷这肯定有误会 秦儿 快 好人果然做不得 真是白费了爹娘的一片真心 人造病祸 偷东西还打人 大小姐 我再说一遍 我们没有拿你们任何东西 这个药 不知道是谁放到这里的 证据确凿还敢抵赖 你们这是犯法 这 你还想不想扶证了 江淳 现在爹不在家 你来负责代理山庄事务 你说 他们该怎么处置 还能怎么处置 既然这证据确凿 好 就按照卢氏山庄的规矩吧 那就辛苦二位啊 关上几天禁闭 带我家岳父大人回来之后啊 再做定夺 大伙爷 你这是要软禁我们 看你们谁敢 别说我们没偷你们家药 即便是偷了 要杀要挂 只有我家主子处置 也轮不到你们来 你要干吗 江淳 江淳 大小姐 大伙爷 我瞧瞧你们了 我们家主子还在昏迷当中 这身边离不开人哪 看在我们主子 和庄主的试图情分上 能不能等我们家主子醒过来了 再由你们处置 这恐怕不妥吧 想得美 既然这诗灵草 是在你们屋子里找到的 那就是证据确凿 必须要处置你们 不然这弱大的山庄 我该怎么服众啊 对 就该处置它 再说了 我们这么多人呢 怎么会让你主子 没人服侍呢 是吧 影子 看来这山庄 咱们是待不下去了 去 请夫人来 好在之前灌了鸡药下去 不然现在早就醒了 但是若这药效不持续 只怕随时会醒啊 若不是今日大姐姐闹这一场 恐怕是真没有这个机会呢 你就不感谢感谢我 那株血灵草 我可是费了不少的营养啊 谢你 就你 还想跟我争家主之位 简直是痴心妄想 他 他是不会是要醒了吧 赶紧加药 要不然醒了可就麻烦了 在这儿看着啊 我去拿药 快去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么真心待人 他们却做下这种不耻之事 娘 您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呀 难道你还怕那个念碑醒过来 找咱们家麻烦不成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让你和爹如此看重他 不该问的 别问啊 不问我也知道 娘 您实话告诉我 那个念碑 是不是爹的私生子 没听 不许胡说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过娘啊 您也别太担心了 就是两个奴才罢了 就像您说的 关两天教训一下 放了就是了 如何 现在这浑身贪软 毫无半分的力道 好险 若不是灌上去吃乎药 指不定现在早就行了 你说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总不能一直让他这么睡着吧 这也不太合适啊 难不成 你想伺候他一辈子 怎么 你是想 索性 杀了他 你觉得如何 你要动手请便 别拉上我 你什么意思啊 他好歹是我爹的弟子 虽然不知道身份是谁 但看他身边那两个人 也知道并非等闲之辈 这要真是杀了他们 引起什么后果 可不关我什么事 哎呦 就你撇得干净 你可别忘了 当初是谁先来找我贺谋的 我们不过各取所需罢了 是 我知道你卢二小姐的报复 相信你也知道我的心思 你放心 只要除了这颗眼中钉 我们俩的事都好说 在这个人的身份未查明之前 相信你也知道我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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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放心 只要你的药不失效 到时候 就算他不死 也成了个废人 与你我 又有什么威胁呢 王上驾到 不知王上驾到 子秦有失远迎 这边有礼了 本王 整日在宫中 等候北约康府的消息 怎奈你们四王府 跟铁桶一般半个字 都送不出来 寡人呢 也是关心北约 这不就自己亲自来了 王上 四王子需要安心静养 如果有好转 一定向王上禀报 韩子晴 你就不要蒙骗寡人了 北约今日到底是什么情况 本王一定要亲眼所见 王上 请您留步 我看谁敢拦我 老三 老三 多年不见 你怎么还是这么毛躁 王兄 你怎么在这儿 听闻北约病了 本王心里挂你 所以就回来看看 这不刚来没多久 就听见你在这里过躁 王兄 我这心里头啊 也是担心北约的病情 确实着急了点啊 北约无碍 但也需要静养 听说在黎沈司 你们父子之间有了些误会 误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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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北约痊愈解了便是啊 不过北约现在的病 确实需要静养 这时候你们父子就不要见面了 让他老了心神 你说是不是啊 王兄啊 你看我们兄弟俩多年未见 这样 你现在随寡人回宫 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啊 你那里就不去了 我就住在四王府 住在四王府 忘了跟你们说了 从今天起 子晴将专心照顾四王子 四王府相关政务 将权权托付给安王 王爷隐世多年 四王妃竟如此神通广大 能请王爷出山 四王妃的本事 着实令人惊叹呀 即便他们两个人犯了错 我夫君还病着 你们却把他们两个都关了起来 身边没个贴职人照顾 此举是否有些不妥啊 其实我的女儿宿颖和姑爷江臣 一直在旁边伺候着 绝没有怠慢 江臣 就是那个在码头 不让我进山门 还想对我大打出手的 卢家大姑爷 你说 你把他怎么了 没怎么 只是他没有礼貌 张口闭口让我滚 我让他赔礼道歉而已 子晴啊 可能是有些什么误会 我这个大姑爷江臣 确实平时言语行为 有些莽撞 如有得罪 请您海寒 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冤枉自己姑爷呢 江臣负责看守码头事务 遇到不清不楚的人 自然是要多问问的 大姐 这块就是你的不对了 子晴好歹也是念北的夫人 这虽然未经邀请 擅自登岛 失了礼数 可也不算是不清不楚吧 你想这声音 影子 在 你刚才说杀人 是怎么回事啊 李管家说是奉命行事 至于奉谁的命 你血口碰人 没听 杀人 李管家为何要杀人呢 我听小思说 好像是李管家平日里 与尹侍卫结了些私院 所以就想趁他们受罚 杀了他们灭口 谁知不敌 又怕爹回来责问 就逃了 你胡说 我和李管家私下 就没说过两句话 何时结了私院 这分明是 影子 夫人 此事就当是误会 只要人没事就好 子晴 你能体谅 就再好不过了 你好好照顾念北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走吧 慢着 事情还没完呢 你说 你把我夫君怎么了 是不是他要教训你 你不服气 引起了争执 你错了 你的夫君 还没有资格教训我 我要揍他 他拍揍 主动赔礼道歉的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给我夫君没脸 你们两口子 要是有点本事的话 还能躲在我们家来治病 惹恼了本小姐 偷偷给我赶出去 没停 我不管 你和爹一心 向着这几个 来路不明的东西 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 没停 大姐 大姐 停了 停了 大姐 你居然敢打 我妈妈居然敢打 快 我跟他停了 我跟他停了 停了 把他继续 你 你 你给我站着 快出去 子晴初来乍到 没想得罪大小姐 还请夫人见谅 子晴 是我叫你无方 让你见孝了 不过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的女儿冲撞了客人 是她的不对 带老爷回来 并会家法惩治 请你放心 夫人严重了 怎么样 娘娘 娘娘 请 没错 娘娘 从药理上来看 这若丹草八成就是解药了 现在殿下脉息大转 只要大量进步 苏醒至日可待 太好了 这白鲤卫生真是太神了 只是这草药 他治给了我两株 要不我现在下山 去药铺毒买些回来 等等 北渭被人下毒 和即将苏醒的事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娘娘 这若丹草啊 并不是难寻之物 我上山上踩 一定能找得到 等殿下想了 一定会查出 是哪个狗东西下的毒 到时候也会把用血灵草 栽赃我们的人 一并拿了 不用殿下开口 我们也知道是谁 我们被关的时候 只有那个 江大女婿 和那个二小姐看着 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不能打草惊蛇 顾太医 你刚说 殿下虽然昏迷 但还是有知觉的 对不对 殿下现在徘徊在 未醒和四省之间 虽然未醒 但知觉肯定是有的 那我来台是知道的 我跟他说话 他也是能听到的 能听到 娘娘 我现在就去采药去 老公 我也去 君卫月 你快醒醒吧 你要是再不行的话 我可要忍不住 把这卢氏山砖 装给踏平了 你也不想看我大杀四方吧 到时候可别怪我 君卫月 我们的约定还没履行完呢 你可不能赖账啊 你就知道约定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君卫月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君卫月 好久不见了 你醒了 那你干嘛骗我呀 那你干嘛骗我呀 你 刚才 为什么装睡啊 我要是不装睡 怎么可能会听到 你刚才的那番话 我 我说什么了 慢点 你刚才说要为本王 去踏平整个卢氏山庄 我说了吗 没有 你怎么突然间来了 你不是要替我 好好地保护天鹊吗 我已经把天鹊 托付给了安王 以他的人品和实力 殿下大可放心 你倒是挺会安排的 是不是因为想我了 惦念我 才想过来找我的 这 毕竟是我让你受了 这么重的伤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这么关心我 我早已把你当成了 生死之交的兄弟 关心你 那是自然的了 你只是把我当成兄弟 那兄弟 我一直握着我的手吗 殿下 殿下 能让我当兄弟的人 可不多 你不试着 珍惜一下吗 清儿 你知道在本王心中 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王妃了 托完这些绿杆草 你知道 每下都一定会给秦干净的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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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殿下 你醒了 殿下 没保护我殿下 是属下失职 请殿下赐罪 请殿下设法 你们有没有失职 本王心里有数 无需自责 快起来吧 谢殿下 我恢复内力之后 第一时间便有了意识 所以说在这卢府之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很清楚 对我下毒之人 正是江辰 江辰 我们早猜到是他 那天 你们被抓之后 那江辰火铜炉素颖 继续对我下毒 印仙小人 请殿下 接下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要切记 不许冲动 对了 你打算 以什么样的身份 参加秦桧 既然殿下 是秘密来到刘仙岛的 那我自然 也要隐瞒身份了 那倒也不必 这秦桧啊 广邀天下雅士 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认得你 我倒是认为 借此时机 让他们知道也无妨 来 替本王换上 好 好 你为何如此羞涩 我哪有羞涩 我是你夫君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我还不习惯 好 我等你 等什么 那本王就等你习惯 我还不习惯 我还不习惯 你输了 我还不习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子晴 你给你吴家的招数都不愧 凭什么代表吴家成战 封链的 你倒是使出来啊 我的音杀练的还行 估计骗过他们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 你竟然是个女的 既然 少年多管闲事 我看你怎么死 天哪 白醉药居然是个女的 居然是个女的 原来你白嫁也没有儿子 服了吗 北约 快坐吧 北约啊 你是 还有谁要加价 九万 一百万 这两个人玩有钱任性是吧 看这下怎么收场 有人出家一百万两了 韩子晴 看可还有人再加价 好 一百万两 一次 一百万两 一百万两 两次 等等啊 古人言 神木不可亲 不可辱 神木者 上 顶天 下 立地 十年数木 百年数人 千年数神呀 如此神木 其值百万两 想 搞什么 又来天了 好 公子这么说的话 可是要加价 那是当然 我出 你到底要出多少啊 快点说呀 对呀 对呀 愣着说呀 出价 快点 一百万 多一个铜钱 我看你是来捣乱的吧 你是哪个家族的 多一个铜钱 应该是值得的 神木价值连成 且种植异常尖的 更难以存活 可再珍贵 百年也长不成参天大树 一百万多一个铜钱 足以 好 一百万 零一个铜钱 那家可有人要加价 这怎么可能会有人在家 谁谁谁谁 谁谁谁 你怎么能傻子 你可就是呢 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差呀 还好呀 这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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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我自己来就行 怎么 你是本王的王妃 害羞了 也不是什么大伤 没事 这里没有侍女 只有我来帮你伤 我总不能叫老顾 过来帮你擦药吧 同意 你让顾太医来吧 你同意我还不同意呢 痛不痛 不痛 不痛你叫什么 我没叫 我轻一点 是 那颗种子 你并不想要 为什么还要金牌啊 我若不叫价 轩原离歌怎么可能会出来敬家 我 原来 你一直打的都是轩原离歌的主意啊 想让他当这个冤大头 是 整个秦桧 就你们两个最有钱 对了 今天突然飞下来那傻子 是谁啊 他叫百里伟生 是个兽医 之前邀请安王 是他帮的忙 还有你中的药毒 也是他帮着解的 那看来此人 没那么简单 你今天出的 那是什么招数 你 是指一杀 轩原离歌教你的 嗯 这真是把鸭香点的招都教你了 他教我弹琴又教我一杀 又不收我学费 我该好好谢谢他 谢他 那我呢 我谢你干嘛 好了 所以你待晚上来找我 是想让我帮你啊 是啊 真的 我要这一百万两拿不出来 那俩老东西 不知道怎么收拾我的 我得老死在这儿 老死就算了 以后怎么折磨我都不知道呢 哎呀小晴晴 你帮帮我吧 你帮帮我 我都好晴晴呀 你帮帮我吧 帮帮我 你们两个这么晚了 聊什么呢 送他 君本月 此事 找你也行啊 正是因为你 摆了我一道 才让我欠下了百万巨债 哦 你 知不知道我还救过你啊 多谢 谢谢仨 那个 你 不打算表示表示 你想让我对你怎么表示 这点钱啊 我今天欠的一百万两还是拜你所赐 这天底下就是天缺死王子能救我了 没人能救我了 你正好就当那个药废了吧 我曾有说过 需要你救我吗 小晴晴 你看看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讲理 一点感人的心都没有 得得得得得 哎呀 没天理啊 哎呀 你是做什么了呀 我是个兽医啊 哈哈 你个兽医不天天在家治牛治马 你出来乱跑什么 哎 殿下此言诧异 身为兽医 那肯定要 学识渊博 这不周游四海经历增长见识 那怎么能行呢 什么叫乱跑啊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还是 少说话比较好 我这还 哎呦 你这个人哪啊 你什么呀 我知道我就 算了 以后有你们求我的时候 记住小晴晴 你欠我的 小晴你记住 你欠我的 哎呀 没天理了 哎呀 哎呀 没天理了 哎呀 没天理了 我说你这人性格真好啊 什么人都能聊得来 你待晚上呢 来干嘛 我不来你们两个还想聊多久 你吃醋了 我吃你的醋吗 他救过你啊 他救我又怎么样 本王可以替他还那一百万 真的啊 真的啊 那我替他谢谢你 你是他什么人 凭什么替他来信我 我应该 跟他算是朋友吧 这个人以后少见了 是不是以为我已经被你们杀死了 啊 啊 被你们联手杀死了啊 啊 你这个贱人 你这个杀我 你 你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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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没事吧 还非要 你是欺负我卢家没人对不对 卢君 不要欺人太甚 再重伤我的女儿 小怪老夫不客气了 重伤 就连你的女儿她都不敢否认 你还有脸说重张 你卢家小姨子会杀姑呀 那是为什么呢 搞不好 是小姨子跟姑爷 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你说 您有什么样道 您要往我白家掏上泡荡水 卢家 你们说吧 娘 说 说呀娘 江晨 你来说 说就说 这五年 承蒙白大小姐不弃 我江晨有幸啊 承办在她卧榻之策 这五年以来 我江晨这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但这白大小姐 这人狠心要杀我 与我这小姨子勾结在一起 在树林里派人劫杀我 这若不是啊 有个侍卫 你再胡说八道 老夫就撕了一个王八蛋 白家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 你要灭口 江晨 我 我杀了你 白非药 你害怕君本月醒来以后 接掌卢氏 从而影响你们白 试着争夺留先到家族第一的名号 就派我去下毒 而我呢 为了将来啊 在这白家能混口饭吃 为了讨好你 我才勉强答应 还有你 卢素颖 他就是为了 以后赌场叫卢氏的大权 我呸 我们三人 本来是各取所需 可谁知道 他们二人啊 竟然为了灭口 狠心要杀我 你们不认 我自然不认 诸位 诸位 如若不信啊 我江晨所说的话 不信我与这白大小姐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接下来说的 诸位可要听好了 这白大小姐的背后啊 有一块黑色的拍截 白家主 什么 当众燕燕啊 白大小姐 燕啊 关门 走 我跟您屁 你吓成 我跟您屁 我跟您屁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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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啊 有人哪 有打人 别闹了 有人哪 儿子 哎呦 爹 别叫我爹 我不是你爹 未婷 我跟您屁股她说两句 娘 爹 我错了 爹 您打算如何处置江晨 我不处置她 经过此事 是 你已经看清她的嘴脸了吧 赶紧把事情了断 要不然 你就跟着她一起回江家 丁 丁 爹 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老爷 你刚赶走了影儿 现在还要赶走他们 老爷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爹 您听说的 她留下可以 你 你们合理 尽数 你个底人 从今以后 卢姐和江家 不要扯上任何一点关系 要不然 你就跟她回江家 你个底人 你帮我说了 你说求岳父大人哪 江晨 我才不跟你回江家 我们合理 你爱跟谁过 跟谁过去吧 何离 你想得美 我江晨啊 岂是你们卢家 招之寄来 挥之机去的 卢家要赶我走 我偏要带你走 你要回去好好折我 你给我等着 这 这 这 快 岳 岳 岳父大人 我不是你岳父 不 岳父大人 不 卢家主 请 好了 不过 不过 我在卢家这儿 做牛做马十几年 那我走的时候 这可否 给我点天产步步 你 滚 你 啊 真为卢家主感到痛心 啊 我知道 你不希望是这样的结局 如果他们父子女孝 人天兴旺的话 你也不会管这一谈子事吧 但是此时事关我师父 我居然遇到了 就不能不管 是啊 卢家主对你恩重如山 我觉得 你这样做是对的 这么晚了 殿下还没睡啊 过来 琉璃阁回信了 你看 查到什么了 这南兆跟别国的不同指出啊 他的每一个地方 都会用一个图腾来标注 这个 对应这里 冰坛 你的意思是 这个图腾 就代表冰坛 那冰坛和孤岛有什么关系啊 我倒是还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是你记得吗 咱们去秦瑟谷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离商 还有这个图腾 想必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嗯 所以说 我们得去一探究竟 但是有个问题 这南兆属于中年炎热之地 为什么会有冰坛这种地方 啊 南兆一直以来 是整个龙渊大陆里面的奇幻之地 南兆的气候还有地貌特征 都是非常独特的 嗯 这冰坛啊 只能算其中一处吧 这样听起来 倒是个冒险之旅 有本王在自然和护你周全 殿下 我可不是胆小鬼 我不需要你的特殊照顾 我要跟你并肩作战 就你 还跟我并肩作战 对啊 你知道这么多年来 南兆对于本王来讲 一直是一块心病 南兆表面上看来与世无政 但是南兆王 是一个非常有野心之人 嗯 南兆他们有药族兽族 骄人族 每一个族里都有异能 只要在战时 他们的战斗力会非常的凶悍 你在看南兆所处的位置 他们拥有天然的屏障 此地一手能攻 要是真的打起来 依南兆当下的果力 可以说是无人能提 嗯 殿下 嗯 你果然神谋远虑 我怎么就神谋远虑了 我发现你最近这拍马屁的能力 是越来越强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 真心吗 真心吗 真心 觉得你这房间真的好热呀 好热呀 怎么这么热呀 这蜡烛太多了殿下 所谓求神问路 就是祈求神明指点 为照净水的河流或湖泊海域 因每年净水出现的地方都有所不同 所以要向神明发问 那如何发问 大祭司会将土王神庙的传世之宝 神蛇谷放在大石盘上 这大石盘绘制了南兆境内各大地图 蛇谷移位到哪一个方位上 那个地方便是神明指点之地 不愿意 不愿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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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牙山 神明之路 今年的净水之源 是在狼牙山 没想到竟在狼牙山 以往的祭祀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呀 既是神灵旨意 自然要遵守的 神灵旨意 无需多说 今年的净水之源 就在狼牙山 狼牙湖 昨日 请大家一同前往 走吧 走吧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你放肆 你怎么答应过人的 王上 臣是将蛇骨引向雾骨方向 可不知哪儿出了差错 这回蛇骨硬是不听使唤 臣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啊 奴婢是亲妃娘娘侍女 拜见四王妃 什么事 亲妃娘娘让贵客们到甲板上喝茶 请四王妃和南宫公主 一驾过去吧 我身体不舒服就不去了 亲妃娘娘说了 执请女眷 请四王妃务必到场 你先下去吧 去吧 在这里 亲妃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否则 小心她给你穿鞋子 我怕她 孙王妃 你来了 亲妃娘娘 男人们去喝酒取乐 本宫作为东道主 也不能闲着 所以就邀大家来这甲板上 喝喝茶 拖拖气 顺便欣赏一下和尚的风光美景 这景色真是美啊 这里还真是不错 诸位可知道 这陵水河的来历 听说这河水有毒 如果不申掉下去 那肯定没命了 这陵水河的上游 便是药族炼药的药骨 常年向河水当中排药毒 时间长了 这水里的水草和鱼类 也都中了毒 所以流经此处的水域 也自然是沾了毒 如果不申掉下去 自是不妙 当心有诈 这可奇了 这鱼中了毒 居然还能活着 千千公主若是不信 那你看 河里游的 不正是一条大鱼吗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子晴你看见了吗 我怎么没看见啊 来 来 来 人人 子晴 人人 快来人啊 子晴 人人啊 快来人啊 人人啊 快来人啊 子晴救他 快 快来人啊 快来人救他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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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放开 让开 让开 别碰 这苏水有毒 加上会要人命的 那怎么办啊 总不能扔下子晴不管吧 可是 你们再嚷嚷一会儿 人都淹死了 子晴 你没事吧 子晴你坚持住啊 让开 子晴 你不能过去 你不能过去 你快想想办法 救救子晴 子晴 子晴 娘娘 子晴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子晴 快去 给四王妃拿个毯子 子晴你还好吗 齐阳呢 你们一定要有解药 快去拿 这谁有解药啊 解药 来人 拿解药 这谁有解药 子晴 娘娘 解药放在马车上 忘带上船了 什么 没带解药 你们怎么办事的 明知道今天要毒离水河 怎么可以忘记带解药 娘娘息怒 陈现在马上掉头回去拿 应该还来得及 喂娘娘 来不及啊 人一沾着毒水 不出半个时辰 人就会毙命了 千妃娘娘 赶紧想想办法救救四王妃 混账 解药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可以忘记带 都掉进离水河的是本宫 你们要干到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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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